为什么要反对伦理道德? 请记住,伦理道德之下没有伟大,只有敢于取下伦理道德封印的人才能接近伟大。 不论是我们的祖先,还是开过功勋,以及西方伟大的哲学家, 他们不仅敢于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,而且还开启了上帝视角, 不然不会创造出举世为名的成就。 伦理道德是限制我们永世只能拥有人类视角的魔咒。 大家只要记住,任何伟大不是依靠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获取的, 任何伟大的觉醒都是从取下封印开始的。 这是我这几期视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, 伟大就是在你熟悉的领域能够取得成功, 我希望并祝愿每个人都可以成功。 为什么要支持生命个体的强大? 没有生命个体的强大,只会出现一个孱弱的民族。 如果休己的结果是与世无争, 做一个看破红尘的圣人, 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血气方刚的中华儿民。 几百年来在世界的舞台上, 我们说话的嗓门太小了, 我们是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, 还是被伦理道德捆住了心? 生命个体的强大不是资本的累加, 也不是野蛮无序的生长, 而是价值的回归, 思想的强大。 我的呐喊和批判有人当作是噪音, 有人当作是迫害, 这是螺旋式思维无奈的爱, 要么在批判中进去, 要么在赞美中死去。 唯有生命个体的强大, 才不枉先被用鲜血染成的中华大地。 只有人人都发展, 国家才能生生不息, 国家就是那个拥有黄河与长江的中国。 有黄河与长江的中国。